阳气越虚的人反而越容易上火 很多人相比都对这个有疑惑 阳虚不应该怕冷吗 怎么还会上火呢 其实像这种情况 现在很多人都有 像是平时很怕冷 阳虚的厉害 但是稍微吃点温补的药 就特别容易上火 像是嘴里长泡 牙齦肿痛等等 但是一去吃清热的药 又会出现拉肚子的情况 那么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像这种现象 在中医看来 那就是阳不归位了 本来正常的瞬息应该是阴在上阳在下 但是现在却反了过来 变成了阳在上阴在下 而造成这个现象出现的原因 那就是脾胃的气机稳弯了 那么脾胃主升降 它就叫我们身体里的交通俗纽 掌管全身气机的正常运行 如果它一出现问题 那么身体的气机运行了 就乱套了 那么这时候就会 虽然是阳虚的表现 但是一补就上火 一清热就会拉肚子的情况 那么对于这种情况 清热无疑是寒上加寒 温补就是在火上浇油 应该怎么办呢 那就是补脾胃了 把脾胃的气机都理顺了 恢复了它这个交通俗纽的功能 下面我就来给大家分享一个方子 温脾羊 补脾胃之气 那么这个方子就是 生羊亦胃糖 黄芪人参半夏 登世纪为药 方中的黄芪白柱人参甘草 健脾义气 补脾胃 沉脾礼气 行气 那么接着排出毒火 防风 枪火 等来生青 半夏福林 白勺泽谢 来降着 那么这样一来 脾胃的升降功能 恢复正常了 气机郁性流畅 阴在上 阳在下 阴阳交感 那么这种阳虚上火的情况 自然也就消失了 您的感谢 您的感谢 您的感谢